再把張志豐給換回來 人生四十再開始 籃球接入永遠不顯老 T1桃園運報的資深老將張志豐 現年已經四十歲 在三年前引退後 二十七號正式重返賽場 成為臺灣籃壇 現役最年長的球員 經歷幾個月調整 回歸首站桃園運報到客場 踢館台中太陽 命運的安排 讓他回到老家復出 家人都會到場見證 我爸媽他們也會來 他們應該也是算三四年 我沒打球之後 他們也沒球賽看 那今天算第一場 他們也應該是滿開心 來看我比賽又怕我受傷這樣 在球迷青銅好友的關注下 最近張志豐還有幾成功力 剩下七秒鐘 來看張志豐 保高未老啊 張志豐付出首秀 先發出賽 開局沒多久 就用穩定中距離 向觀眾say hello 但過往以強悍防守著名的他 很快陷入犯規麻煩 比賽第一節打完 張志豐上場八分鐘攻下四分 桃園運報以三十比十九 領先台中太陽 然而地主隊在下半場手感回溫 球迷熟悉的塔克老師Anthony Tucker 在第四節攻進十一分 完全搶走風頭 今日主角張志豐上場時間長達三十一分鐘 好大翻球的出爪張志豐 喔 nice 張志豐攻下十分外帶三籃板三次助攻 雖然最後桃園運報以102比108輸球 但殺上老將展現的實力 確實為球隊帶來影響 華視新聞林球媒報導 聲聲不醒宏觀視野我是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就要趕快看 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